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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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五度的選舉 選完了以後 我的階段性任務 就到一個過程 那 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不斷地跟各位也強調過 國民黨要轉型成選舉機器 那我們今天這樣新的一個 在主席跟廖局長 大家共同商量之後的安排 也是希望能夠引進 心血跟心動力 黨要轉型成選舉機器 一定要做到 我剛剛講的這些 新的動力的引進 包括我們未來轉型要變成一個 所謂的選舉機器中 必須要有這種雨傘理論的基礎 也就是黨未來的編制 不像過去有這麼大的資源 我們必須像雨傘一樣 需要用到雨傘的時候把它撐起來 不用的時候把它收起來 但是這個股價要先建好 你像我們看雨傘如果平常不需要的時候 你把它打開 還在屋裡面還是滿佔空間 滿愛手愛腳的 所以我們要做到一個黨的機器 要非常有效力 而且具有這個選舉的戰鬥力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需要更多具有選舉經驗的幹部 能夠進來增強黨的選舉戰鬥力 這個才是真正落實所謂轉型為選舉機器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所以在這裡 我們經過了選華令以後 就跟主席再度商量這件事情 兩個再我給他說明 這個黨未來轉型機器 一些必要式的 一些引進的選舉 經驗豐富的幹部 他也同意 所以在這種情之下 我們就達成了共識 各位 有些媒體的說法 這個 與事實 是有一些落差的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安排 不是一性之間 或者是幾天之間 就可以達成這樣的一個安排 所以這個規劃跟推動 包括所有替代人選 我想內行的人都知道 這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規劃 跟協調 才能達成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在這裡我可以很負責跟您講 我們有很多的 包括吳院長 包括馬主席 包括我們廖秘書長 還有其他的一些幹部 通通都有參與整個規劃的過程 所以這件事情 並不是像外界所說的 跟最近的一些新聞事件有關 那最後面一些新聞事件 當然我想每一個秘書長 有他自己的風格 那每一個戰鬥團隊 在不同的局勢之下 必須有不同的布局 這跟打籃球一樣 我想這個韋漢也是很熟悉籃球 你了解 當你打第一節的時候 你派出的陣容 跟你打第二節的陣容的時候 你必須看出你對手 是排了什麼樣的陣容 他採取的攻擊的陣勢是什麼 防守的陣勢是什麼 我們必須適度彈性靈活的調度 那這樣子的話你才沒接受 而且你要調節 坦白的跟各位說 這一年來啊 我的戰鬥指數就很像電動玩具裡面的紅線 已經燒到差不多了 所以真的需要休息一段時間 才能重新培養戰鬥指數 在更重要的總統大選之中 發揮我能夠發揮的一些角色 再來就是接力賽也一樣 你第一棒到第四棒的四百公尺競賽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可以跑四棒 一定要有一個團隊的合作 那我跟廖秘書長 從總統大選開始來 就非常的彼此啊 有良好的默契 所以在這情形之下呢 我當然會以一個 這個卸任後的秘書長 在我的這個能力範圍內 盡量的 跟我們的廖秘書長 能夠保持溝通 他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當然啊 這個很抱歉 這個我這個馬上就要出 我去度假了 這個讓我們廖秘書長 非常的心中不平啊 因為他現在接下了眾選 但是這是一棒接一棒 跑回來第一棒 把棒子交給第二棒 第二棒第三棒第四棒 棒棒相傳 這樣才能夠跑出家機 在未來我們面臨了很多 黨的發展跟轉型之中 有很多的挑戰 每一個人在自己這個崗位上 在自己這一棒上 如果能夠發揮自己的能量 創造一些不同 讓每一個街坊的人 都不必從原點開始 我想我們這個黨 就會越來越具有戰鬥力 這個黨的發展 會越來越茁壯 在這裡先簡單回答您的問題 比如說你把聯系跟無系的人馬 給請了出去 那是您這個有認同這樣的看法 還是若您有其他的意見 我對媒體的報導 我當然不能夠說什麼 但是是不是事實 我想這個是需要檢驗 因為這個布局我剛才講 它這個是 因為黨不是為了一次的選舉 或兩次的選舉而存在 國民黨一定要是要永續的生存 所以在這種之下 轉型成選舉的機器是必要的 而這樣的一個方向跟策略 引進具有選舉經驗的人 進入黨部擔任幹部 這不是這一次選舉或兩次選舉 而是未來國民黨轉型成選舉之後 必須要走的路線 這是沒有其他的選擇 在民主社會之中 任何民主國家的政黨轉型成選舉 局系的時候 都是同樣的方向 這一點在這裡說明 至於您剛剛那種說法 我覺得我真的不需要回應 因為太多的 很多的事情只有太多的陰謀論 事實從昨天的報導到現在 中間我剛才已經跟各位說明了 所有人看得清楚 也不會像昨晚到今天的報導之中 有那麼多的陰謀論的看法 都不在裡面 而且與事實都有一些落差 所以我在這裡做這樣的一個回覆 在旁邊 和史文王在一起 我特別要求 一場的拍照 有些拍照 以非會有三個 sung試 而且在拍照 總之地 我問我 有些拍照 有些拍照